随着电信工程业管理规则在明年3月底上路 对于无照电信网路工程业者即将开发 让所有电信从业人员都开始担心未来的走向 19号台湾区电信工程工业同业工会 与万能科技大学签订合作一项书 要在校内成立电信技术室与网路架设技术室 以秉及证照的考场 来服务有志从事电信业的人 为了满足考照与培训的市场需求 万能科技大学与台湾区电信工程工业同业工会 签订产学合作一项书 推动电信与网架技术人才培育计划 双方合作在校内成立电信技术室与网路架设技术室 以秉及证照考场 电信工会提供教材 部分师资与产业实习的机会 共同培训台湾区电信工程所需的技术人才 我们现在积极的在建制一些相关的考场 那这些考场呢 当然是我们要能够教同学 能够网路架设 以及使用光纤的最先进的技术 那也是配合附近的八大工业区的发展 以及航空城的发展 我们希望说经过这一次的合作 我们建制相关类似的这些相关的考场 在积极的我们的光电系 我们的电子系 数位多媒体系 那这还有资工系呢 都会积极的配合 能够让学生的身份能够满足 这个一个先进科技的一个需求 为了将教育部技术再造 产业学院学程计划 与职场实习计划推展开来 这次借由产学界共同规划课程 授课专题合作实习 来提升学生就业和业界 取得人才的机制 来增加学生就业能力与就业机会 有那么多人失业 我又搞不清楚说 到底这些人到底跑到哪里去 那所以说我们透过这次的合作 跟签订这一次的这个 这个意向书 希望能够在这个未来 整个陶宿苗地区 我们的会员 能够透过这样子的转介 让我们所有的陶宿苗地区的会员 能够得到他们要的这个 这个员工跟专业技术人员 万能科大设置的老委会证照考场 将会变成证照与人才培训中心 以及检定考试场地 除了会积极培育校内光电系 职工系以及电子系 在学学生加入考照行列之外 也会协助学生取得 以及丙级技术师证照后 并且推荐学生到电系工会 所属的电信网路架设公司 进行职场实习 未来可以直接就业 陶宿新闻董正那采访报道